看娱乐八卦 谈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香港豪门不少 李嘉诚 郑玉彤等人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鸾雄一生 交往女友众多 何鸿燊更是有四方太太 但要和接下来这位比起来 还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 赵世增作为传王赵从眼的第三个儿子 不仅身家过硬 更是活到老玩到老 据他自己爆料 一生交往的女友超过五位数 即便如今86岁 身边依旧美女如云 在他最强盛的时期 一年可以换172个女朋友 一天和30人约会 选美比赛都没他一场约会来得盛大 但要说他是凭借着传王之子的名声挥霍财富 倒也不是那么准确 毕竟有媒体曾报道 赵世增50%的时间在泡妞 剩下的50%都用在了工作上 当年 传王没能创下的财富 是赵世增凭借自己闯出了一片天 1936年 赵世增出生在香港 父亲赵从眼原本是一个律师 当时船业刚刚兴起 赵从眼当机立断 做起了船运 而他购买的那手货船 便是维多利亚之星 靠着船业发家后 赵从眼也组建了家庭 和尼亚镇结婚后 两人生下了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 其中一对还是龙凤台 而赵世增正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儿子多 面临的便是挑选合适的接班人 赵从眼从商多年 眼光独辣 最看重的便是大儿子和四儿子 原本二儿子也在列 但在38岁的时候 无姓溺水身亡 让赵从眼最头疼的便是赵世增 小时候的赵世增十分调皮 还不听话 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仗着自己的家世泡妞 让父亲赵从眼十分头疼 因此在1997年 赵从眼退役后 将公司董事长的职位 给了大儿子赵世蓬 副董的职位 则给了四儿子赵世光 赵世增则仅仅在华光地产 做了一个不重要的职位 但是赵世增的学历很高 不仅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 毕业后 还成为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 虽然不被父亲看中 但赵世增一点也不在乎 主动退出华光 开始自己创业 1988年 赵世增创建了远东羊毛纤维 也就是日后的卓能集团 在改名卓能集团后 赵世增开始进军地产界 眼光独落的他很快就在圈内站稳了脚跟 成为了和李嘉诚霍英东齐名的富豪 而当初不看好他的赵从眼 却在事业上遇到了危机 赵从眼的传业在赵世增接手后 虽然还清了贷款并且成功上市 但随后到来的石油危机 再次给这个家族企业造成了沉重一击 华光一下负债了67亿 赵家也不再是华光的最大股东 好在变卖了家产后 在赵世增的打理下 公司渐渐有了起色 但1997年 赵从眼突然中风住院 四个孩子突然开始互相争夺家产 甚至不惜法庭相见 在赵从眼1999年去世后 这场家产争夺战 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兄妹之间开始彻底决裂 在报纸上互思 其他豪门是观望态度 直到几年后 几人才有了和解的打算 由委员会来打理赵从眼的遗产 在争夺家产的期间 赵世增不断收购华光的股份 再一次成为华光最大股东 有人认为 他是为了靠这场争夺的时间 来把控华光 将家族产业紧紧握在手里 但事实上 赵世增并不在乎华光的资本 当时的他 自己的卓能集团 就已经拥有百亿资产 在事业上 赵世增的路 可比那几个兄弟 要顺风顺水的多 不仅如此 赵世增还十分喜欢收藏字画 据说唐伯虎的真迹 他家里就有欺负 不过无论他事业上有多么成功 人们谈起他 更多的还是那数不过来的情势 赵世增多次在媒体面前直言 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女人 而他交往过的女友 无一例外都是年轻漂亮 而他能够认识这么多漂亮的美女 离不开邵逸夫的帮助 赵世增和邵逸夫交好 1977年的一次宴会 他也在场 一眼就看中的当时的TVB女星姚伟 在超能力的威力下 姚伟很快就爱上了赵世增 但在姚伟怀孕后 赵世增立刻表示 你把孩子打掉吧 在赵世增的世界里 不允许有婚姻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那些想要和我结婚的女人 都是看中我的钱 以后还要分财产 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 但姚伟不忍心打掉这个孩子 决定将他生下来 并取名赵世之 有了孩子后 姚伟曾不止一次地 向赵世增逼婚 可赵世增丝毫不为所动 并且立刻疏远了他 转身继续自己的烈焰生活 至今没有给姚伟母女一个名分 而赵世增的风流债 也不止这一个 1984年 赵世增又和TVB女星 蔡珍妮走到一起 而蔡珍妮也怀上了孩子 正是赵世增的大儿子 赵诗浩 同时 他也上演了和姚伟同样的戏码 但最后依旧是失败 但在小儿子赵世增这里 却差点出了意外 赵世增的母亲 是一个混血模特 霍拉迪 赵世增在和他恋爱的时候 倒是有些专一 为了哄他开心 还破例为他举办了一个订婚仪式 香港的不少相业巨头都在场 目睹了这场盛大的仪式 并且在霍拉迪生下赵世增后 两人还保持着恩爱 这让不少圈内人都认为 他会打破不结婚的誓言 没想到 三年后 他还是向霍拉迪 提出了分手 不仅如此 赵世增还十分喜欢 投资选美比赛 有时候 还会将选美比赛 放在自己的家中 让所有参赛者 穿着泳装 为了更好的happy 赵世增还买了一艘豪华邮轮 经常在上面举办派对 清一色的美女 据说 赵世增还曾花百万 邀请林志玲参加公司聚会 只为牵一下他的手 值得一提的是 赵世增的两个儿子 虽然没有名分 但却将父亲的传统 遗传得明明白白 两兄弟事业上 没学到父亲的商业头脑 反倒是学会了如何泡妞 对此赵世增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骄傲地觉得苦父无权子 不仅如此 他还亲自给儿子传授自己的泡妞秘技 教育儿子 不要沉浸在一个女人身上 要时常换新女友 两个儿子也将他的教导贯彻得十分明白 但没有卓越的家世 始终无法超越父亲的成绩 而大女儿赵世增 则因为父亲的缘故 对爱情失去信心 最后 甚至悄悄到国外 和同为女性的杨如新注册结婚 对此赵世增感到丢脸 为了让女儿直回来 他甚至在媒体上放话 哪个男人 要是能让我女儿爱上他 我会直接给他武艺 面对这样的条件 不少优秀的男士都十分动心 但这么多年过去 赵世增还是我行我素 取向上没有任何变化 但要说赵世增那么关心女儿的爱情 倒也不见得 武艺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目 而他除了放出这个条件外 也没有过多的干涉儿女们的恋爱 但让人惊讶的是 赵世增虽然一辈子都在房着女人分财产 但最后却将财产交给了大女儿赵世之达理 在事业上面 他一向很清醒 对公司来说 谁有能力 谁就能带领公司 而赵世之的能力 远在两个儿子之上 或许赵世增对性别看得并不重要 他在爱自己的同时 也十分清醒地观察着自己的三个孩子 不得不说 赵世之在赵世增的孩子中 也算得上是最大的赢家 他的清醒 不只体现在选择继承人上 还有对自己身体的保养 香港的富豪们 步伐也会玩的 但刘兰雄晚年换肾 黄刃中去世 几人都为自己年轻时的风流付出了代价 可偏偏赵世增如今86岁 依旧身体健康 步履如风 将公司交给大女儿后 赵世增的生活 比起以前更加快活 如果说当年他将50%的时间放在事业上 现在则是将所有的时间放在了女人上 无论哪次出行 赵世增身边总会跟着几个美女 左拥右抱 我们常常在电视剧中 看到古代的皇帝有后宫三千 现实中的赵世增 也算是真正享受到了皇帝般的生活 如今赵世增已经86岁 身边依旧不缺女朋友 并且几十年如一日的 都是年轻漂亮女孩 但岁月催人老 即便身体再健康 却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蚀 今年上半年 有网友拍到了赵世增逛商场的视频 视频中 赵世增已经不负当年的意气风发 虽然还是一身价值不菲的名牌 但身形明显勾搂了许多 身边也没有美女陪伴 有网友调侃 他这时玩得太多 身体不行了 也有网友觉得 再牛的人也挡不住衰老的到来 不得不说 赵世增这一生过得十分风光 让不少网友羡慕 但晚年生活是否真的如他心中所想的那般幸福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